每一条生命都值得被真爱 新竹县照顾流浪猫狗 辟贱动宝教育园区 也积极来推动任养工作 去年任养率就高达八成 更与宠物店及动物医院来签约 只要任养就享有优惠 全力为毛小孩找新家 让待在笼子里的毛小孩 都能有遮风避雨的港湾 新竹县政府为提升流浪群猫的任养率 和县内20家宠物业者 五家动物医院合作贴上标章 推出优惠 动物医院还有宠物业者 推出了动物收容所的任养优惠方案 这次参加优惠方案的店家 在动物医院有五家 宠物业者有20家 优惠的内容包括宠物的挂号 治疗还有检查 以及宠物的洗澡美容 还有住宿等等多项的优惠的方案 优惠好康非常多 欢迎大家多多来任养 提供优质的收容环境 县府去年赤资7600万元 建制收容所7月开工 有助于推动任养工作 而前年在各县市动物收容所 平均任养率为51% 新竹县高于平均达到7成 去年更拉高到了近8成 有420只猫狗找到新家 加强任养力道 县府特别与宠物业绩 动物医院合作推出优惠 即日起任养犬猫就会有证明卡 可享有宠物美容 产品过医疗等折扣 有的店家为浪浪大打八折 遇到患有皮肤病 也会特别照料 我觉得还不错 最喜欢就是流浪动物都还有 就是还有地方可以洗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因为有时候皮肤很糟 我们就会用那个 比较特殊的洗护 把门处理这样子 细心为猫咪整理毛发 店家和医院爱心响应下 鼓励民众以任养代替购买 让每个毛孩子都能找到 属于自己温暖的家